迪丽热巴我爱你 南部迪丽热巴 我直播吧 我今天看到 干那么多 迪丽热巴会答应他吗 老天们你们说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 一名男子手捧鲜花 高调向迪丽热巴求婚 海拉出横伏击百万名车 甚至还说要把身后的豪车 马沙拉蒂 法拉利都送给迪丽热巴 浮夸场面引起众人围观 从曝光的影片中可见 干迪男子手里捧大树鲜花 正在一台马沙拉蒂前 请了朋友在身后拉起红布条 上面大大写着 迪丽热巴酱给我吧 宇文彬彬爱你 荡胆枕了万一 并对镜头说 要将蓝宝 杰丽 法拉利 全都送给迪丽热巴 生事后大吸引众人围观 影片曝光后掀起网民讨论 而这名男子的背景也遭其底 网友翻查资料 原来此人是一位 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 过去九个月多次 向迪丽热巴求婚 甚至守着对方剧组长达十日 而早于2017年 就开始了这个求婚举动 大家好 我是宇文彬彬 今天我来到了迪丽热巴 还有很多明星拍戏的地方 准备向迪丽热巴求婚 现在已经来到这个 他们拍戏的门口 有肖战拍摄的王牌部队 还有迪丽热巴拍摄的很多戏 然后现在准备进去 此外还有网民还发现 男子的妹妹也复制同一套模式 穿上白纱开宝石街向肖战求婚 两人的浮夸手段 被批示在炒作火焰球 宇文宿地整理报道